乔麦是典型的粗粮 相比细粮 口感有着一定的缺陷 正所谓先天不足 就只能后天来补 对此紫长人的美食诀窍就是 粗粮细作 粗中求精 它跟一般那种 小麦的那种面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它这颗粒更粗一点 会不会 那种感觉 好 而且它也不是那种纯白色的 带点灰灰的那种 对 筛好的蕎麦颗粒饱满 毫无杂质 这样的蕎麦才上得了 紫长煎饼的案板 就是劲儿大就行呗 是吗 看着也没那么难嘛 我试试行不行 行 我来感受一下 劲儿 什么块头 不能紫头要窄 其实不是用手指头 是用这个手掌的一块 手掌 你是扯不动的 扯得动 张大哥是典型的陕北汉子 话虽然不多 干起活来绝不含糊 虽然他也说不清 用手搓蕎麦具体的好处 但是他知道 这手工做出来的煎饼 味道自然要比这机器 做出来的好吃 尤其是这搓 草麦粒的一环 草麦颗粒必须全部从大颗粒 完全变成细粉末 而完成这一切 只能依靠这不满老茧的双手 从原始黑不溜秋的 草麦颗粒 到如今细滑嫩白的 草麦糊糊 我们历经了繁琐复杂的程序 而这恰恰是紫长美食的精髓 只要啃下功夫 就一定做得出好味道 所以刚刚那一步 要是粗不好的话 咱们能用的就很少了 是吧 对 做个煎饼真不容易 外形小巧是紫长煎饼 区别于其他煎饼的最大特点 其实在诞生之初 紫长煎饼是行军粮 而且是又大又厚 与其叫做煎饼 不如叫草麦面饼 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断改良 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就这么大点啊 对 这不浪费了吗 这么大一个凹子 这跟一般煎饼的摊法 好像是 这除了它形状不一样 还差不多 我试试 我觉得看起来挺简单的 好不好 对 左手右手配合起来 好 先倒上 是吧 倒上赶紧摊 然后赶紧摊 要马上就给它弄匀了 要不然它有的地方厚 有的地方薄是吧 对 像这样 这就不对了 一开始就比较 你管的不对 这样就不能用了 它这个厚薄就不均匀了 摊煎饼看似简单 其实也是一个手艺活 从清朝末年开始 张大哥的师祖便开始卖起了紫肠煎饼 传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了 所以遵从师祖的教诲 即便在这机器早已替代手工的今天 张大哥也一直在用传统方法 延续着紫肠煎饼的正宗 我觉得你们几个吃 而且趁热这个时候 趁热就好吃 我吃一个 还真是热的好吃 还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确实这个比较好吃 就是这样的荞麦煎饼 味道清香 清新爽口 与各种味道搭配都毫无违和感 东北的小炒肉 四川的回锅肉 还有层出不穷 来自天南海北 快制人口的菜品 到了紫肠 通通变成了煎饼里的馅料 为了让这些菜的味道 和荞麦皮的清香完美融合 防止串味 一张面皮纸包一种馅料 这豆腐干挺好吃的 就是要吃到你的豆腐干才行 还挺有味的 能办法这个皮是比较筋道 你再蘸上一点糖 倒上一点凉糖吃个更好了